但是,第二天很多就会发现自己脸上起了小痘痘,居然连头上也有红色的痘痘,又刺痒又疼 很多第一反应是上火了 可是,你有没有认真想过,头上长痘痘真的是因为上火吗? 有时候熬夜,情绪不好头上也会长痘痘 那头上长痘痘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? 下面,让我们细数一下头上痘痘产生的四大原因 首先我们要明白,头上长痘痘是毛囊炎,属于头皮炎症的一种 头上长痘痘,与油脂分泌过多有关 油脂分泌过多会堵塞毛囊造成毛囊炎 而且,头上长痘痘的恢复时间比较慢 气温高时,油脂会分泌过多,所以一般夏秋季节比较常见 有时在颈部和后背等位置也会长出痘痘 二,头皮敏感会引起头皮炎症,不及时干预会造成毛囊炎 一般来说这类的症状表现为,头血会反复发作,头皮臊痒,头发干枯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些皮肤就非常干燥,因此容易造成敏感性头皮 另外就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如烫染头发,使用不当的洗发精 洗发次数过多从而缺弱了头皮的保护能力 三与体的内热是有关系的,尤其是喜欢喝酒,熬夜,爱吃辣等刺激性食物的,最易长这种莫名其妙的小疙瘩,并且很顽固,仔细摸一摸会有点疼痛感 要饮食清淡,不要经常饮酒熬夜,多喝水 四,如果痘痘反复发作,据统计一般与脾胃不好有关 当然有些的病症虽然没有体现,但是外在会有体现如舌苔后,胃寒洗暖,口淡不可等症状 那么头上尝了痘痘应该怎么办 一注意饮食,不要常吃辛辣油腻的食物 不能经常熬夜,喝酒,还要多喝水 饮食健康,注意睡眠会有效的预防痘痘 二,要注意不要经常烫染头发,不要经常用吹风机高温挡吹头发,正确的洗护头发,保持头发的干净清爽,这些会减少头皮敏感的产生 这些只是前期预防的方案,不能完全抑制痘痘的产生 终极干预方案头皮油脂分泌过多,头皮敏感都是属于头皮问题,而这些头皮问题是造成的毛囊炎的根本原因 所以先要对头皮问题进行干预,才能有效的干预毛囊炎,让痘痘不再反复滋生 一,针对头皮油脂分泌过多引起的毛囊炎,要精醒油脂平衡干预,可以有效的清除刺激头皮油脂分泌的物质,有效减少真菌细菌的滋生 从而改善毛发生长环境,抑制油脂过多分泌,实现油脂平衡的效果 二,针对头皮敏感引起的毛囊炎,要用软水对头皮的深度清洁,去除头皮多余角质,预防和抑制细菌滋生 从而改善头皮臊痒,头皮炎症,实现舒敏清爽的轻松状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